追风筝的人 卡勒德胡塞尼住 第十九章 再次晕车 当时我们驶过一块带着弹孔的标牌 上面写着开博尔爱口欢迎你 我的嘴里开始冒水 胃里有些东西翻滚脚洞 司机法里得冷冷看了我一眼 眼里毫无同情 我们可以把车窗摇下来吗 我问 他一只手抓着方向盘 另外一只手紧有的两根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 他黑色的眼睛仍望着前方 弯下腰 拿起放在脚边的螺丝刀 递给我 我把他插进车门的一个小洞里面 那里原先有个摇柄 把我这边的车窗摇下来 法里得又鄙夷的看着我 眼中的嫌恶不加掩饰 然后收回目光 继续抽烟 自从我们离开雅姆鲁德堡垒以来 他跟我说的 只有寥寥数语 谢谢 我低声说 把头伸出车窗 让午后的寒风烈烈吹过我的脸庞 马路穿过开博尔爱口的部落领地 蜿蜒在叶岩和石灰岩的悬崖峭壁间 一如我记得的那样 1974年 爸爸和我曾驾车驶过这片崎岖的地带 那些贫瘠而壮丽的山脉坐拥深沟大鹤 风鸾高高耸起 峭壁之上 有座座泥墙砌成的堡垒 年久失修 崩塌轻颓 我试图让眼光丁牢在北方星兜库时山脉白雪矮矮的封顶 但每次我的胃稍微平息一些 卡车便来个转弯 让我又是一阵恶心 吃个柠檬试试 什么 柠檬 对晕车很有效 法里德说 每次开这条路我都会带一个 不用 谢谢你 我说 光是想到要我吃下酸的东西 就够我反胃的了 法里德冷冷一笑 他不像美国药丸那样灵妙 我知道 不过是我妈妈告诉我的古老药方罢了 我后悔白白放过这个和他套近乎的机会 要是那样的话 也许你可以给我一些 他从后座抓起一个纸袋 拿出半个柠檬 我咬一口 等上几分钟 你说的对 我感觉好多了 我说谎 身为阿富汗人 我深知宁可遭罪也不可失礼 我挤出孱弱的微笑 古老的土方 用不上玄妙的药丸 他说 语气不再乖利 他弹去烟灰 自我感觉良好的从观后镜看着自己 他是塔吉克人 皮肤有黑 高高瘦瘦 满脸风霜 他肩膀不宽 脖子细长 转头的时候 人们可以窥见那长长的胡子后面凸起的喉结 他穿得跟我一样多 但我想附近的人应该不是这样的 他穿着一件背心和灰色的棉袍 外面还罩着粗毛线织成的羊毛毯 他头戴棕色的粘帽 稍微斜向一旁 好像塔吉克的英雄艾哈迈德沙阿玛苏德 塔吉克人称之为潘杰西尔雄狮 在白沙瓦 拉辛汉介绍我认识法里德 他告诉我 法里德29岁 不过他那激情的脸满是皱纹 看上去要老20岁 他生于马扎里沙里夫 在纳尔生活 直到十岁那年 他父亲举加班到贾拉拉巴德 十四岁 他和他父亲加入了人民圣战者组织 抗击俄国佬 他们在潘杰西尔峡谷抗战了两年 直到直升机的炮火将他父亲炸成碎片 法里德娶了两个妻子 有五个小孩 他过去有七个小孩 拉辛汉眼漏悲哀地说 但在早几年 就在贾拉拉巴德城外 地雷爆炸夺走了他两个最小的女儿 那次爆炸还要去了他的脚趾 以及他左手的三个手指 在那之后 他带着妻子和小孩搬到白沙瓦 关卡 法里德不满地说 我稍稍摊在座位上 双臂抱胸 暂时忘却了眩晕的感觉 但我不用担心 两个阿富汗民兵朝我们这辆破旧的陆地巡洋舰走来 匆匆看了一眼车内 挥手让我们走 在拉辛汉为我准备的清单中 法里德是第一项 清单还包括把美元换成卡尔达和阿富汗尼钞票 我的长袍和毡帽 讽刺的是 真正在阿富汗生活的那些年 这两件东西我统统没穿过 哈桑和索拉伯的保利来合影 最后 也许是最重要的是 一副黑色假胡子 长级胸膛 表示对伊斯兰教 至少是塔利班眼中的伊斯兰教 的友好 拉辛汉任的白沙瓦几个精于此道的家伙 有时他们替那些前来报道战争的西方记者服务 拉辛汉曾要求我多陪着他几天 计划得更详尽些 但我知道自己得尽快启程 我害怕自己会改变主意 我害怕自己会犹豫不决 瞻前顾后 寝食难安 寻找理由 说服自己不要前去 我害怕 我害怕来自美国生活的诱惑会将我拉回去 而我再也不会烫进这条大河 让自己遗忘 让这几天得知的一切沉在水底 我害怕河水将我冲走 将我冲离那些当仁不让的责任 冲离哈桑 冲离那正在召唤我的往事 冲离最后一次赎罪的机会 所以我在这一切都还来不及发生之前就出发了 至于索拉雅 我没有告诉他我回阿富汗并非明智之举 如果我那么做 他会给自己订票 坐上下一班飞往阿富汗的客机 我们已经越过国境 触目皆是贫穷的迹象 在路的两旁 我看见村落一座连一座 如同被丢弃的玩具般 散落在岩石间 而那些残破的泥屋和茅舍 无非是四根木柱 加上屋顶的破步 我看见依不蔽体的孩子 在屋外追逐一个足球 再过几里路 我看到有群男人攻身蹲坐 如同一群乌鸦 坐着的是被焚毁的破旧俄军坦克 寒风吹起他们身边毛毯的边缘 烈烈作响 他们身后 有个穿着棕色长袍的女子 肩膀上扛着大桃冠 沿着车折婉然的小径 走向一排泥屋 真奇怪 我回到自己的国家 却发现自己像个游客 路边有个牧人 领着几只干兽的山羊在赶路 法里德冷笑 扔掉烟蒂 你还把这个地方当成国家 我想有一部分的 我永远会这么认为 我说 我的戒备之心出乎自己意料之外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之后 他说 打着方向盘 避开路上一个海滩球那么大的洞 我点点头 我在阿富汗长大 法里德又冷笑 你为什么这样 没什么 不 我想知道 你干嘛这样 借着他那边的观后镜 我见到他眼里有神色闪动 你想知道 他痴之以鼻 我来想象一下 老爷 你也许生活在一座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 有个漂亮的后院 你的园丁给他种满花草和果树 当然 门都锁上了 你父亲开美国车 你有仆人 估计是哈扎拉人 你的父母请来工人 装潢他们举办宴会的房间 好让他们的朋友前来饮酒喝茶 吹嘘他们在美国和欧洲的游历 而我敢拿我大儿子的眼睛打赌 这是你第一次戴沾帽 他朝我咧嘴而笑 露出一口过早注食的牙齿 我说的没错吧 你为什么要说这些呢 我说 因为你想知道 他回嘴说 他指着一个衣衫褴褴的老人 背着装满柴草的麻袋 在泥土路上跋涉前进 那才是真正的阿富汉人 老爷 那才是我认识的阿富汉人 你 在这里 你一直无非是个过客而已 只是你自己不知道罢了 拉辛汉警告过我 在阿富汉 别指望那些留下来战斗的人 会给我好脸色看 我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我说 我为你女儿感到难过 我为你的手感到难过 那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他摇摇头说 为什么无论如何 你们总是要回到这里呢 卖掉你们父亲的土地 把钱放进口袋 跑回美国找你们的妈妈 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死了 他叹气 又点一根烟 一语不发 停车 停车 该死 我说 我要土了 车还没在路边的沙厘上停稳 我就土了出来 接近黄昏的时候 地形变了 从烈日灼烤的山峰和光秃秃的悬崖变成一派更翠绿的田园风光 大路从蓝地科托下降 穿过新瓦里地区 直达兰的卡纳 我们从托尔坎进入阿富汗 家道相送的百树比我记忆中少多了 但在经历开博尔爱口那段乏味的旅途之后 再次看到树木 还是神情一阵 我们正在接近贾拉拉巴德 法里德有个兄弟在那儿 我们会在他家过夜 我们驶进贾拉拉巴德的时候 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 这座城市是南格哈尔省的首府 过去以温和的气候和水果闻名 法里德驶过市中心的楼宇和石头房子 那儿的棕榈树也没记忆中多 而有些房子已经变成几堵没有屋顶的墙壁 几堆杂乱的泥土 法里德驶上一条土路 将陆地巡洋舰停在干涸的水沟旁边 我从他的车上溜出来 伸展拳脚 深深吸了一口气 从前 和风拂过贾拉拉巴德富饶的平原 农民种满甘蔗 城里的空气弥漫着甜蜜的香味 我闭上眼睛 搜索香味 可是没有找到 我们走吧 法里德不耐烦地说 我们踏上那条土路 经过几株光秃秃的白羊和一排残破的泥墙 法里德将我领到一座破落的平房 敲敲木板门 有个用白色头巾蒙住脸的少女探出头来 露出海蓝色的眼睛 他先看到我 身子一缩 然后看到法里德 眼睛亮起来 你好 法里德叔叔 你好 亲爱的玛丽亚 法里德回答说 给了他一种他整天都没给我的东西 一个温暖的微笑 他亲了他的额头 少女让出路 有点紧张地看着我随法里德走进那座小小的房子 泥砖屋顶很低 四面泥墙空空如也 赖以照明的是屋角两盏提灯 草席盖住地面 我们脱掉鞋子 踏上去 三个年轻的男孩 盘西坐在一堵墙下的垫子上 下面铺着卷边的毛毯 有个留着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起来迎接我们 法里德和他拥抱 亲吻彼此的脸颊 法里德介绍说他叫瓦西德 是他哥哥 他从美国来 他对瓦西德说 瞧起拇指指着我 然后丢下我们 自行去跟那些男孩打招呼 瓦西德和我倚着墙 坐在那些男孩对面 他们跟法里德开玩笑 爬上他的肩膀 尽管我一再推辞 瓦西德令其中一个男孩去给我拿毛毯 以便我坐得舒服些 又让玛丽亚给我端茶 他问起从白沙瓦来的旅途 问起路过开博尔爱口的情况 我希望你们没有碰到任何强盗 他说 与开博尔爱口同样远近文明的是 强盗利用那里的地形打劫过往旅客 我还没有回答 他就眨眨眼 大声说 当然 没有任何强盗会打我兄弟那辆破车的主意 法里德将最小那个孩子抱倒在地 用那只完好的手去挠他的肋骨 那孩子咯咯大笑 双脚乱踢 最少我还有一辆车 法里德气喘吁吁的说 你那头驴子最近怎样 我的驴子骑起来比坐你的车好 骑驴才知驴难骑 法里德回敬说 他们全都笑起来 我也笑了 我听见隔壁传来女人的声音 从我坐的地方 可以看到那间屋子的一半 玛利亚和蒙着棕色面纱的妇女低声交谈 从一个大水壶往茶壶里面倒茶 那女人年纪较大 应该是她妈妈 你在美国干什么呢 老爷 瓦西德问 我是个作家 我说 法里德听到之后轻声一笑 作家 瓦西德说 显然颇有好感 你写阿富汗吗 这么说吧 我写过 但现在没有 我最后一本小说叫此情可代成追忆 写的是一个大学教授的故事 他发现妻子跟他的学生上床之后 追随一群吉普赛人而去 这本书不错 有些评论家说它是本好书 有一个甚至还用了引人入圣这样的评语 但突然之间 他让我很难违情 我希望瓦西德不会问起他的内容 也许你应该再写写阿富汗 瓦西德说 将塔利班在我们国家的所作所为 告诉世界其他角落的人们 嗯 我不是 我不算是那种作家 哦 瓦西德说 点点头 有点脸红 你知道的最清楚 当然 我不该建议你 就在那时 玛丽亚和另一个妇女走进来 端着一个小盘子 上面有茶壶和两个茶杯 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 双手交叉放在胸前 弯身鞠躬 你好 那妇女放下面纱 遮住下半边脸 也鞠躬 她的声音细不可闻 我们不看对方的眼睛 她倒茶水的时候 我站立着 那妇人将热气腾腾的茶杯 放在我面前 退出房间 离开的时候 她赤裸的双脚 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我坐下 喝起那杯浓浓的红茶 瓦西德终于打破 那之后令人不安的沉默 是什么让你回到阿富汗呢 是什么让他们这些人回到阿富汗呢 亲爱的哥哥 法里德说 他在跟瓦西德说话 鄙夷的眼光却一直看着我 住口 瓦西德怒道 总是同样的事情 法里德说 卖掉土地 卖掉房子 收钱 像老鼠那样跑开 回到美国去 用那笔钱带上家人去墨西哥度假 法里德 瓦西德 瓦西德咆哮 他的孩子 甚至还有法里德都害怕起来 你的礼貌哪里去了 这是我的房子 阿米尔老爷今晚是我的客人 我不容许你这样给我丢脸 法里德张开口 几乎就要说出些什么 想了想又没说出来 他颓然倚着墙 无声说着些什么 将那只残疾的脚放在完好的脚上面 比伯的眼光一直盯着我 原谅我们 阿米尔老爷 瓦西德说 大小时候起 我弟弟的嘴巴就比脑袋快两步 那是我的错 真的 我说 试图在法里德的逼世之下 露出笑脸 我没觉得被冒犯了 我应该把我到阿富汗来的任务跟他说 我不是来卖田产的 我要去喀布尔找个小男孩 小男孩 瓦西德重复说 是的 我从衬衣的口袋掏出宝丽来照片 再次看到哈桑的照片 再次让我的心因为他的死纠痛起来 我不得不将眼光移开 把他递给瓦西德 他端向着那张照片 抬眼望望我 又看回去 这个男孩 我点点头 这个哈扎拉男孩 他对你很重要吗 他的父亲对我来说很重要 就是照片中那个男人 现在他死了 瓦西德眨眨眼 他是你的朋友 我内心想说是 仿佛在心灵深处 我想保守爸爸的秘密 可是谎言已经足够多了 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兄弟 我压制着情绪说 又加上一句 我的私生弟弟 我转过茶杯 把弄着杯柄 我不是想要刺探你的隐私 你没有 你会怎么安置他呢 把他带到白沙瓦 那儿有人会好好照料他 瓦西德把照片还给我 厚厚的手掌放在我肩膀上 你是条让人尊敬的汉子 阿米尔老爷 一个真正的阿富汉人 我暗自汉言 你今晚来我家做客 让我很骄傲 瓦西德说 我跟他客气了几句 偷眼看向法里德 现在他低着头 玩弄着草席残破的边缘 隔了一会 马利亚跟他妈妈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蔬菜汤 还有两片面包 很抱歉 没有肉 瓦西德说 现在只有塔利班才能吃上肉 这看起来很棒 我说 他确实很棒 我让他跟小孩也吃些 但瓦西德说 他们在我们来之前刚吃过 法里德和我卷起衣袖 手抓面包 浸在蔬菜汤里面 吃了起来 吃的时候 我看着瓦西德的儿子 他们三个都很瘦 脸上脏兮兮的 棕色的头发剪得很短 戴着无边草帽 不时偷偷看着我的电子手表 最小那个在他哥哥耳边说了些什么 他哥哥点点头 眼神一直没离开我的手表 最大那个男孩 我猜想他大概十二岁 摇晃着身体 眼光也落在我的手表上 吃完之后 马利亚端来一桃灌水 我洗过手 问瓦西德我能不能送点礼物 给他儿子 他不许 但我执意要送 他勉强同意了 我把手表脱下来 交给三个男孩中最小那个 他怯声声的说了句谢谢 他可以告诉你世界任何城市的时间 我告诉他 孩子们礼貌的点点头 将手表传来传去 轮流世代 但他们很快就不感兴趣了 将手表扔在草席上 你本来可以告诉我 法里德后来说 瓦西德的妻子替我们铺好草席 我们两个躺在一起 告诉你什么 你到阿富汗的原因 他的声音没有了那种 自遇到他以来一直听到的锋芒 你没问 你应该告诉我 他翻过身 脸朝着我 曲手垫在头下 也许我会帮你找到这个男孩 谢谢你 法里德 我错了 不该瞎猜 我叹气 别烦了 你是对的 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他双手被绑在身后 粗粗的绳索 勒进他的手腕 黑布蒙住他的眼睛 他跪在街头 跪在一沟死水边上 他的头搭揽在两肩之间 他跪在坚硬的地面上 他祷告 身子摇晃 鲜血浸透了裤子 天色已尽黄昏 他长长的身影在沙粒上来回晃动 他低声说着什么 我踏上前 千千万万遍 他低声说 为你 千千万万遍 他来回摇晃 他扬起脸 我看到上唇有道细微的疤痕 并非只有我们两个 我先是看到枪管 接着看到站在他身后那个人 他很高 穿着人自行背心和黑色长袍 他低头看着身前这个被蒙住眼睛的男人 眼中只有无尽的空虚 他退后一步 举起枪管 放在那个跪着的男人脑后 那时 暗淡的阳光照在那金属上 闪耀着 来副枪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我顺着枪管向上的弧形 看见枪口冒着鸟鸟烟雾 看见他后面那张脸 我就是那个穿着人自背心的人 我惊醒 尖叫卡在喉咙中 我走到外面 明月半弯 荧光暗淡 我助力 抬头望着星辰遍布的夜空 蟋蟀隐身黑暗中 啾啾鸣叫 风拂过树梢 我赤裸的脚下大地寒凉 刹那间 自我们穿过国境后 我初次赶到我回来了 度过所有这些年月 我又回来了 站在祖辈的土地上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 我的曾祖父在去世前一年 娶了第三个妻子 1915年那场横扫 喀布尔的祸乱要了他的命 最后 他给他生了前两个妻子 所谓能生出的 一个儿子 正是在这片土地上 我的祖父跟那迪尔国王一起狩猎 射杀一头鹿 我妈妈死在这片土地上 也是在这片土地上 我曾为了得到父亲的爱苦苦奋斗 我以着那屋子的一堵泥墙坐下 突然间 我觉得自己和这片古老的土地血脉相连 这让我很吃惊 我的离开很久远了 久远的足以遗忘 也足以被遗忘 我在大地某处有个家 对于那些睡在我 倚着这面墙那边的人们来说 那地方或许遥远如另外一个星系 我曾以为我忘了这片土地 但是我没忘 而且 在皎洁的月光中 我感到在我脚下的阿富汗发出低沉的响声 也许阿富汗也没有把我遗忘 我朝西望去 觉得真是奇妙 在封鸾那边的某处 喀布尔依然存在 它真的存在 不只是久远的记忆 不只是旧金山记事报第十五版上某篇美联社报道的标题 西方的山脉那边某个地方有座沉睡的城市 我的兔唇弟弟和我曾在那里追过风筝 那边某个地方 我梦中那个蒙着眼的男人死于非命 曾经 在山那边 我做过一个抉择 而如今 时隔四分之一个世纪 正是那个抉择让我重返这片土地 我正打算回去 听到屋里传出说话声 我认得有个是瓦西德的嗓音 没有什么留给孩子吃的了 我们是很饿 但我们不是野蛮人 他是客人 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的声音很疲累 明天去找些东西 他哭泣着说 我拿什么来养 我捏手捏脚走开 现在我明白为什么那些男孩对手表毫无兴趣了 他们根本就不是在看着手表 他们看着的是我的食物 我们在隔日早上道别 就在我爬上陆地巡洋舰之前 我谢谢瓦西德的热情招待 他指着身后那座小小的房子 这里是你的家 他三个儿子站在门口 看着我们 最小那个戴着手表 他在他瘦小的手腕上荡来荡去 我们离开的时候 我看着测试镜 瓦西德被他的儿子环绕着 站在一阵车轮卷起的晨雾中 我突然想起 要是在另外的世界 这些孩子不会饿的连追逐汽车的力气都没有 那天早些时候 我确信无人注意 做了一件26年前就已经做过的事情 将一把皱皱的钞票塞在草席下面